代你来关心最新消息 这是刚刚主机处公布了去年台湾受雇员工 一年有感的加薪只有75块钱 几乎不到一个便当前 于是呢我们找到一位大学生 他说光是去年跟今年一笔 他的生活费就少了两成 原本的8000块钱根本就不够用 他现在只能靠吃泡面来过活 学生用学校带回来的免费开水来煮泡面 一包20元就能解决一餐 一个月能省下上百元 这样子我们一袋是100块而已 然后你看这个一包都是10块钱 最爱从集齐商品店买零食和泡面回家 一大袋都是快要过期的商品 那不会怕那个过期 就想说还是便宜比较好一点 生活费8000元 晚林说去年勉强打平 今年十一住行样样涨 为了不超之 学生开始省钱大作战 现在都100多块 然后觉得很便宜都会买来穿 逛呀逛 滑啊滑 大四的宗同学嫌物价实在太高 只好从网拍商店买衣服 挑特价品凑钱免运费一件200到300块钱不等 两个月只花1000元制装 能省则省小小房间里头只开着一部电风扇 从不开冷气一个月省下500块钱电费 想说如果四人住的话 一个人就是要到四五千 然后就觉得太贵了 一间家庭式套房 四间房本来只能住四个人 同学为了节省房租 两人合住一间 一个人一个月三千两百块钱 跟其他同学一个月四千到五千元的房租比起来 能省下上千元 伙食费玩乐交通费 宗同学一个月开销只要七千元 就是省还要再省 进去之前就会先问店家 就说有没有提供吃饭 就是吃到饱 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再选别家 从头到脚都要超节省大学生的日子 实在不好过 东森财经新闻大项李杨丽 新北市报道